從棋樓去看看局員的關係跟橫陽街的關係 所以以前我們古城是非常有趣的 為什麼我們不想讓它復原 為什麼我們不讓古城來賺錢呢? 那各位老師,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歷史教學者,一個高中老師 那今天我來為大家做總結 而且裡面只有我一個是女生 所以大家不要太嚴肅,甘心一點就好 從2014年我開始接觸這個導覽的工作以來 再加上說我跟台北館之前呢 我另外一個身份是伊斯蘭研究學會的秘書長 那剛好跟台北館那時候合作辦伊斯蘭文化生活展的時候 我把這個部分跟學校的部分一起掛兜 就是聯合半導覽 到了局員百貨的時候,學院給我的反應是說 老師它真的是百貨公司嗎? 我說是,它是第一個百貨公司 而且我媽媽是...我媽媽就是貴姐 但不是裡面的貴姐啦 所以說剛好跟... 那我會覺得說百貨公司對我來講是很親切的 對,那學院告訴我說 可是它就是國泰四華銀行啊 然後連照片都已經快消失了 所以我想在這邊也是呼籲大家真的 就像我剛剛聽到鍾佳老師講 我也是非常的感慨 就是說,就算要把它留下來 我也不希望只是得到一張疾 因為沒有靈活的東西 就是真的就是行屍走肉 那看到四處列車大家就知道那種感覺 所以... 今天我真的也是希望說 教科書裡面它已經不見了 教科書裡面局員百貨的東西已經不見了 只有留下幾句話說 日治時期開始出現休閒活動 但是是什麼休閒活動 教科書已經不見照片了 那當然留下那個國泰四華銀行也沒有什麼用 剛剛孫老師談到的 我也是覺得非常的感動 就是真的我也希望是古蹟全部保留 日後我再帶著我的學生去做導覽的時候 他能夠看到真實的樣子 那縱使說談到你百貨可能還有一些缺點 譬如說文創藍或什麼慌張所謂的太商議啦等等 我覺得那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希望他真的能夠全部保留下來 不只是站在我一個歷史教學者的角度 剛剛地主講的我也是蠻贊同的 那說老師剛剛後面的部分 我覺得是大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魚露均沾 不管是地主也好 建築師也好 或是等於說資方也好 或是我們這些文資工作者 或是歷史教學者也好 還有民眾也好 我覺得對於真的整個台灣的美學來講 就是大家都說我們教育失敗 那今天我這個教育者跳出來就當然覺得說 是我們還是有進步的空間 但是我覺得留下這樣子的一個建物 而且是古蹟全棟保留的話 對於台灣的教育跟美學一定會有再長足進步的發展 謝謝 掰掰 謝謝 我們接下來都發言完畢 都發言完了 我們這些朋友是持續在裡面 還是要到黃庭席 那就麻煩請到黃庭席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還是進行直接的討論 針對這樣子的一個安行人員 那麼在禮拜的這個部分 連檔才的背景資料 我們看看這個委員就去找 比較好 我們覺得數據會希望能夠 upgrade 變成補給了 他們也是非常熱心 不過我首先呢這個程序上的問題 因為我們按鈕上面寫的是 就是148 150 結果結論是150 所以在那個辦理的過程當中 你看還要加一條 就是148是後來改建加建的 我們不並入討論 只討論到150的那個配建 先修正 第二點 這個分類方面 它是寫公共建築 這不是公共建築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分類法 所以我是寫的分類法 這個分類好像不是非常適當的 這應該是屬於這個產業裡面的商業設施 兩點 先這個等於說程序上先討論 至於這個要不要做這個鼓勢 這個真的是要深入討論 今天不曉得有沒有出口時間 對 我們半範討論一下 那還是要補充的部分 我想一定會有很多要深入其中 那這些東西還是要談談 所以我剛才講的 有沒有價值 有沒有施政的案件 因為五月的時候 今天五月我們會看 剛才民政的很多意見 我也蠻賺錢 這個一個歷史的意義 台灣第一個百貨店 這是他們說的 那另外一個我比較注意 他們本來是大稻埕的布料店開始 那個綠語書的五戶店 這個五戶店 那個原來的名字 那個八百書也有那個 雞元龍三行這樣子 那也有這個不是很有關係 就是建子市的那個 高娃王全兄的父親 也有多姿這個 大稻埕的時代的一個 一個這個三行 所以他們蠻清楚這個 那個紀元這個百貨店的事情 但是百貨店的時候 已經他們沒有投資 只有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日本人的那個 他們的一個經營 那另外一個歷史的意義 這個是很 台北的很重要的一個十字路口 那就是一個交路的這邊 就是一個這種百貨店 是歐美也有 還有日本也有 還有那個上海的有名的那個 那個南京東路的 幾個百貨公司也都這樣子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旋地 所以這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然後地標 地標的那個 那個很重要的地標 還有剛才他們說的一個 從這邊開始 那個旁邊的左右的那個結屋 連起來 我想這個也蠻好的一個想法 那另外一個 構造的問題 就是已經有84年的一個 歷史的阿西建築 一定有很多問題 所以應該需要結構補香 那另外一個 大概這個建築 大概一樓到四樓到四樓 或者五樓 要是外面的那個玻璃拿掉 原貌出來的可能性 我不曉得這個 因為那個柱子的位置都一樣 跟以前一樣 那當然七樓的柱子的位置一樣 還有裡面看到的那個柱子跟柱子的小柱 小柱的 小柱也現在留下來 所以還有我們說的那個span drill 就是那個窗戶下面的一個牆壁 那種都留下來 所以很可能就是外面的玻璃拿掉 原貌出來的可能性 但是上面的部分是可能就改掉 那個五樓七五六七那個附近 改掉的可能性 這個那個怎麼處理 不知道 那另外一個 這個白貨店 現在的白貨店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屋頂 那以前的白貨店就是 因為這麼高的建築店 我那個很少看到 所以這個很多人想去就是跳腕 在那邊吃飯 還有有時候遊賴餘 那這個是以前的白貨公司的一個 一個很典型的type 就是我們說那個奔水效果 一樓的人怎麼拉在上面 然後他們就慢慢下來 就是買東西這樣子 這種那個 這種那個 原來的這個白貨公司 都有這樣子 那個形式都留下來 所以 這個 要是 保證或者修復的時候 很有可能 就是原貌 相當 相當以前的樣子的原貌 恢復的可能性 我 我的 初步的看法 就以上 好 謝謝 我剛剛聽幾位專家講 我覺得這裡面有兩個議題 一個是說 這件建築物 我們要指定文 給它什麼樣的身份 但同時 因為我知道都根也在走 那我們現在在文資法裡面 其實我們對所謂的 Urban conservation這一塊 其實是很空白的 就是我們都是看單點 或者是一條街 可是如果就一個都市文理的話 我覺得都市保譽的這個概念應該 我同意剛剛請問老師講 你要從都市設計的角度去看 那我現在不知道說現在的時間 都根也好 到底有沒有機會讓都發掘在這一塊 從比較宏觀的角度來 對這邊的文理來做 因為你如果看那個清朝時代的地圖的話 這邊都非常重要的一些官署都在這個地方 那基本上橫陽路也是已經保持一系列的利面 那我是覺得如果有時間來得及 應該盡速把這件事情做出來 那也應該不至於影響其他民眾的權益 那在靜下來 如果說都發局能夠建立這樣的規範的時候 其實當然可以有這樣的風暴的呈現 甚至商業內容的精髓可以再現 那應該不會輸明白貨財對吧 以上幾點建議謝謝 好 這一點是不是要先請出發案 出發局好嗎 對 我知道全局只有他一人就回 那委員都還坐在那邊 那個文化局追好不好 今天不追啦 要追究這個部分 委員都還載入 出發局好嗎 他也知道這個案子如果比較直 好不好 接著我們今天就很滿意 好 那這樣的話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好不好 就是我們還是那個網站的討論 今天時間也不能拖大家太久 委員則上座可以了 我們到大概6點10分左右好不好 好 那那個還是開放大家看委員 像剛才這個委員提的 就是說我們就需要再補充再厘清了 可以方便下次時間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會以後來提供大家更請勸 他委員是在各國建設上 拉入中文裡面要公佈的分架 他就要來建築 所以 兩個是問題啦 第一個是 不是啊 就是建築師做的這個調查報告裡面 六支五頁 我可以提供一下 原 就紅色那個範圍 原菊原百貨所在土地 這個土地 剛剛看相關資料 剛剛老師講的大概應該是九一部分 還是怎樣 所以這個土地指的是當年的土地而已 不是蓋的體系 這個講我沒講清楚 先把他講清楚 那第二件事情呢 當然就是現在 現在那個 菊原百貨 這個應該怎麼講 這個應該怎麼講 結構題 這個相關報告不曉得 就是那個檢測的相關報告不曉得 沒有啦 這個檢測的結論 那當然就是 萬一啦 就是保留的話 弄古牆的方法 做得到做不到 還是一定要重做 重建的方式 從這個可能要再講清楚 當然我們自己也有專家 對不對 我們溫知偉應該有 還是還可以要再加人 下次如果要討論的話 要不要再加人討論這個事 就是這個 萬一我們的結論是要保留的話 它是只用古牆的方法就可以解決下來 因為RCE主牆沒有RCE很困難度啦 還是要重建 重建當然就有一些其他條件出現了 比如說停車啦 等等這些 地下室這個部分就有可能 會覺得因為 會增加相關的基礎等等這些事情 可能性 這個我想可能要先理一下 就是說我們不會完全只有純粹的 因為後面 因為今天給我們的那個意見 那個 剛剛看起來還是有點害怕 就是 就是後續的處理的問題 大概這樣的意見 好 謝謝 可以幫忙先明清一下 就是那個土地只是建築物還是今天的 還是以前就這樣 它的土地方面大概是 我們有那一張圖 大概它包含旁邊的一小塊 還有前面的土地都是他們的 可是在後來就是只有在局員本身的150號 旁邊又已經賣給那個 就是148號就變成三層樓的建築 就是另外 那應該在我的那個圖上 我就是以6-5那個圖面 因為最後的標示就是指的是這個 不是 6-5 因為這個看來 這個不是 這個是地極圖 地極圖 那165因為你有標這個 圓局圓百貨所在的形態 就是這個土地 圓啦 就是以前的 如果要追究到最圓 因為可能有些要擴大範圍 什麼等等這些的可能性 所以原來的這個狀況到底是指什麼 建築物可能是一部分的 可能 這個 建築物看來可能是只有 只有 只有150號 建築物可能是只有到這裡 圓 原來是可以到這裡 那這個原來 局圓土地當年就是這樣 還是說還有別的土地等等這些事情 當年的那個土地 應該在我們那個圖上有顯現 它事實上包含那個前面 還有那個 博愛路跟衡陽路也有一部分 那個都市 都市後來擴大馬路變成道路的 所以那一些還是屬於它的產權 可是那個已經不能建築 所以它是蓋在可以建築的部分 跟委員補充報告 我是本來的建築師 這個是原本局圓百貨的範圍 那這個是後來局圓百貨增建的範圍 1448號是增建的範圍 然後現在的開發的範圍是這樣子 但是原來的土地範圍 變成了 先追究這個事情 就是沒錯 就是左邊那個範圍嗎 但是就是 比較知道這個 原來的範圍不包含這部位 沒有 那有發含 也沒有這黑色 可不可以幫我們 下一次可不可以幫我們 釐清這個事情 我們有 我們的檢報裡面有 165是你的調查報告 我說我們的檢報 這是我們的檢報 檢報在哪裡 請教一下 等一下回到上一張圖 這個圖上面 上一張 這個圖上面有個圓局圓百貨範圍 有個黃線標示 是這個範圍對不對 是這個範圍 對 那個是148號的 所以 所以 你講的比較好 所以 看到這個圖示是這個範圍 黃色線 是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是後來擴大 後來的 就是多了這一塊 所以擴大是這一塊 那 可是當年 我們那個6-5的 那是日制式曲的地極圖 所以它的那個分割線不太一樣 所以它的範圍會超出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還有轉角的部分 都有另外的土地 還有在這裡事實上有一塊也是屬於它們 那後來這一塊就被隔壁隔壁成他們的土地了 跟主席建議 因為剛才也提到一個是針對這個建築物現況結構跟這個問題 其實當天會開還有詹天權委員 想說要不要請詹委員 或者薛老師也在 那要請兩位委員追問說說明當天縣刊的那個情況 那就是兩位委員 請各位委員 因為我們相關代表 這個建築物我們 結果其實它有簽證的那個屏幕報告 做耐震屏幕 其實它的耐震能力沒有我們想像的差 148號比較差 148號比較差 150號比較高 那現場因為150號它的電梯的那個四個大柱子都還留著 那婚姻座的強度呢也都在 比我們現在的3000磅都還要高 有230、280的也有 所以當時蓋這個房子的 不管是材料、構造都是一時之險 所以留到今天呢 那四個柱子沒有拆掉 電梯的四根大柱子沒有拆掉 要不然這個是角落的這個建築物 它早就會有很大的一個損壞 特別在9月以後 那所以現況呢 結構機師它做出來的耐震能力呢 跟我們現有的法規當然不夠啦 因為現有法規它是0.247 那個評估出來大概都有到0.19、0.18 這是150號 那148號的話 有到0.09的 就比較弱一點 反而是後來興蓋了148號的強度 那個能力比較差啦 那我現場去看了很多大梁啊 他都把它切斷了 就是為了要擴大營業可能空間要擴大 所以那個是原來靠近我們內部的那個大概可能是懸背的部分 所以他就把大梁都切斷了齁 但是整體的結構 這個大梁呢並沒有說 整體結構影響很大啦 因為根據他們現場的評估也是用既有的構造結構系統來做評估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原狀保留是可行性是沒有問題啦 就把它做修復啦 那耐震能力的話 做提升做這個補強 應該還可以回復到我們新的法規的要求 因為它是一個鋼筋或年土八層樓的建築物 還是需要做適度的一個補強的動作 這個建築物因為 我看到張教授說做了報告啊 第一頁就寫出來 他是全國第一個保護公司 剛剛我們幾位來賓也提到了 這麼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物 如果把它拆掉改建真的是很可惜啦 那結構安全如果說經過補強 確實是可以來恢復的話 我覺得這個結構安全應該不是故意的 不會成為我們未來保存了一個困難的地方 只是說因為鄰居有一些鄰房 他們參與都更 所以其實我們在現場的時候也考慮到說 你最少把這個150號做補強 148號去拆掉去重建 那這樣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把這個沒有地下室的150號呢 透過我們148號的怎麼樣的一個補強 然後把這個結構可以把它想辦法再把它串聯起來 但是這個就是基礎上會有一個未來的一個銜接的一個顧慮 所以我們也不太能夠保證 所以這個可能要開發者想辦法以後這個地方做事故的做一些切割 就可能還是讓局員百貨回到它的原貌 那148號讓它去開發 所以我們當初在現場的時候也有考慮到這樣切割安全的問題 以上報告 謝謝 主席還有各位留言 好 各位頻道 我想這個剛剛張老師已經討論一下這個結果 事實上你們剛剛舉的什麼92義大利震 事實上台北影響台北最嚴重的地方是2002年的33義大利震 那個101義大利震正在幹 那個Kran Tower整個都掉在那裡 那是最嚴重的 那台北地區大概有500多棟的繁殖手術 500多棟 包括陳德陸有一顆工藥的導標 這是相應的 可是對這個局員來講也沒有太大影響 所以沒有太大影響 所以剛剛張老師也講 它本身材料是需要很好的 事實上這一棟的話 剛剛大家都認為 這既然有它的歷史假設 我們絕對不是從它的建築很深的構造 為它的狀態來看的 那主要是在它的歷史上 那我想這個土地開發當然在這個 開發的單位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我想既然它這裡有一個歷史的意義的話 我想這個是能夠透過讀計畫部 當然去思考一下 看看能不能用各種方式 把這局員的部分還是 其他在做一個比較有效的開發 甚至於局員如果把它定下來 在同樣的裡面還可以用容易移轉的方式 來介紹你們的主事 那我想如果 國大願意這樣做 我想你們本身是台灣一個 知名的一個開發公司 如果你能做到這個 我想你們最有這個奇想 也是可以看一下 以上請請 好 謝謝 因為我們預計時間大概到6點10分 那今天都有一些基本的探討 那剛才講的這個 這個星老師提到的144-8號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在未來的這些分割裡面 要把它修正 那這個國務員提到的 跟剛才薛文提到的 我想是交給這個國內建設跟我們都大局 在後續再看提供一些方案 在整體的區域風貌的這個保存 跟這個個案 還有這個民眾的權益各方面 它怎麼樣能夠去兼顧 那該地區又有局部的這個都跟周邊的職業在進行 那這些相關的變動 可不可能去被兼顧到 我想這個後續呢 可能讓文化局跟獨化局 在下次開會之前 來做一個基本的探討 好不好 那就是說我們今天呢 就是說這個 如果沒有辦法完全討論定案 也非常抱歉 我們有那麼多熱心的朋友 爆發國泰建設也還在內 就是雙方 如果都還有哪些具體的建議 都歡迎我們書面再提出來 那我們再下一次在這個準備的時候 都可以嗎 那我們一邊的參考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會議是不是就到這個地方結束 我們謝謝主委委員長這樣的一個套事 非常謝謝